儿媳进婆家第二年,怀胎九个月却意外去世 剖开肚子后医生怒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山东一女子26岁了 如今怀胎九个月却意外去世 婆婆质疑要取出肚子里面的孩子 当医生剖开肚子后 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落下了眼泪 主治医生更是发怒 你们为啥不请劝呢? 下面我就和大家讲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董丽是一个农村姑娘 长得神似明星 高高的个子 白白的皮肤 从外表上真的是挑不出一点的毛病 就是因为外貌出众 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校花 许多男孩子都投来了爱慕之意 学习成绩慢慢就逐渐 下滑了 再加上家庭本来也不就不富裕 所以说初中毕业后就直接辞学了 刚开始呢 父母也质疑反对 也觉得他还这么小出去打工啊 年龄也太小了 不想让他这么小就吃苦 还是劝他回去上学 但是在董丽啊 他知道家里的情况 没钱来供他读书 他也不想看着自己的父母那么辛苦 一年到头的收入啊 就靠家里面的那几亩田地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然后呢 就来到了当地县城 找了一份超市的工作 一个月呢 也就七八百块钱 因为当时呢 年龄太小 大工厂呢 人家又不要 所以呢 就在这家超市啊 一干就是几年 虽然工资呢 也涨了几百块钱 但还是无济于事 最后呢 就跟着同村的人去了外地 找了一家服装厂上班 一个月工资呢 能拿到四五千块钱 对于董丽来说啊 已经啊 心满意足了 他很孝顺 每个月呢 只要一发工资啊 自己只留一点 剩余的都打给家中 慢慢呢 也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了 因为一个月挣的钱啊 比他爸爸都要多 父母的生活呢 也改善了很多 老家呢 也盖了楼房 后来董丽呢 也慢慢的知道 打扮自己了 本来啊 就长得漂亮 再加上打扮啊 更加的美丽动人 董丽呢 也有很多的爱慕者啊 因此董丽啊 也早早就谈起了恋爱 但是呢 董丽啊 都觉得不合适 所以呢 换了好几个男朋友 后来终于在自己啊 二十五岁的时候呢 遇到了现在的如意郎君 董丽的丈夫呢 和董丽是在同一部门的同事 因为丈夫啊 比董丽来的较早 所以说啊 对常理的各项工作啊 都很熟悉 他主动啊 帮助出来乍到的小妹妹 所以一来二去呢 两人接触的时间啊 就越来越多 后来董丽发现 丈夫啊 身上很多优点 工作踏实 niejsze心脾气又很好 特别是会很照顾人 就这样呢 两人啊 不知不觉 谈起了恋爱 自从 确定恋爱关系后呢 两个人相处的 非常的融洽 董丽对丈夫呢 也是特别的好 就这样 两个人啊 交往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开始谈起了谈婚论嫁的事情 董立的丈夫是农村人 家里的条件不算太好 父亲早些年生病去世了 母亲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不想再婚 于是独自一人抚养着孩子 既当爹又当妈的 含心入苦的把孩子抚养长大 董立的丈夫深知母亲为了自己吃过很多苦 所以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 董立和丈夫结完婚后 夫妻俩人没再去打工了 于是董立就在离家最近的家具城 做导购员 凭借他长相好 说话又得体 每月的销售量都能超额完成 所以收入自然也不低 丈夫也在小县城 某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婆婆看儿子娶到一个这么好看 又能挣钱的媳妇 在村里面也是很有面子 自从董立嫁到婆家后 婆婆对他呵护有加 家里很多活不让他干 洗衣做饭 婆婆都全包了 这家人的日子过得也是和和美美的 但这一切都在发生伟妙的变化 在董立怀孕后 眼看肚子一天天的变大 行动也有些不变 婆婆竭力让董立辞掉工作 说儿媳平时的身子骨就不是很好 应该在家好好养着 原来村里的人都说 董立怀孕的肚子形状尖尖的 肯定是个男孩 婆婆听话是暗自窃喜 生怕儿媳每天去上班 稍有闪失连累的孙子了 丈夫也劝董立不要这么辛苦 在家里好好养着 准备代产就行 董立被母子俩说得很感动 心想自己没有家错人 丈夫懂得这样体贴关心 这家婆婆对自己也是疼爱有加 所以说决定辞掉工作 在家好好地准备生孩子 整个运气 婆婆对董立的照顾也是无为不至 婆婆都是专门在网上找到食谱 每天出门感激 每天换着花样给董立做营养品 以至于到了怀孕后期 医生之间叮嘱 董立一定要少吃 注意控制体重 董立本来和婆婆商量的说 找熟人查看一下孩子的性别 婆婆却说不用查 她心里有数 就这样十月怀胎 董立府中的胎人因体积过大 最后只能抛肤生产 谁知道竟然是一个女孩 婆婆一看 儿媳生的是女孩子 气得婆婆脸都绿了 对待董立的态度 简直就是180度的转变 连满月酒也不办了 在儿媳坐月子的时候 不闻不问 就会天天的唠唠叨叨的做家务刷碗 刷碗的时候呢 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还至桑骂怀的 董立呢 心里特别的难受 她特别不能理解 为什么婆婆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后来是丈夫告诉她才知道 原来婆婆一直认定儿媳 府中的胎人就是男孩 所以说当孩子出生后 一看是个女孩 心里一下子接受不了 好在丈夫呢 很体贴 她不断的安慰妻子 不要在意母亲的态度 等过一阵子 老人慢慢就能接受了 就这样呢 董立的月子 只坐了十天 就开始带娃照顾女儿了 而且婆婆还开始 让她干起家务活来 现在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和爱不完的妈 董立呢 却是一直忍着 她觉得丈夫说的对 农村人啊 都是有点重男轻女的 加上丈夫是独生子 所以婆婆希望能尽快生个孙子 也是能理解的 兴许啊 用不了多久 婆婆缓过来就应该没事了 不管是男孩女孩 那都是她的儿子生的呀 可是婆婆这种状态 一直持续了几个月 也不见好转 而且呢 是越来越凶 这让董立呢 感觉精神压力特别的大 而且她还发现 婆婆真的是一个特别虚伪 两面三刀的人 丈夫在家的时候呢 婆婆对待董立的态度比较好 但丈夫离开家去上班后呢 婆婆对董立的态度就会极其的差 这种董立呢 也是越来越讨厌自己的婆婆 婆媳之间的矛盾呢 也就越来越大 婆婆后来呢 经常动不动呢 就喊着 哎呀 哪里不舒服了 现在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了 以后呢 这些家务活啊 也都干不了了 这样每天啊 自己吃完饭 什么都不管 也不带孙女 自己一个人溜达去了 董立在家呢 既要带着几个月的女儿 还要干这么多的家务 本来身体啊 就没回复过来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女儿现在半岁多了 董立发现 婆婆开始喜欢这个孙女了 有事没事 也开始汇报孩子 而且呢 慢慢的干起家务了 这让董立呢 感觉非常意外 有一天呢 董立呢 无意听到 婆婆跟丈夫说啊 你看 村里谁家 第一胎是个女孩 不到半年呢 她没有怀上了二胎 生了个胖儿子 所以你啊 你也要加紧 要个男孩吧 趁着我还能动 身体呢 也没有大毛病 还能帮你们啊 带带孩子 董立呢 一下子就明白了 婆婆的态度 为什么会转变的这么好 原来是催着自己啊 生二胎啊 果不其然 没过两天呢 丈夫开始在 董立耳边 开始吹风 把婆婆说的那一套 转述了一遍 董立呢 一直是深爱着 自己的丈夫 她也知道啊 丈夫是一个孝子 对于母亲的话 言情既从 所以她也没有 一口回绝丈夫 只是为了丈夫一句话 你也想要 我给你生一个男孩吗 丈夫呢 坦诚的说 她确实也想生个男孩 但是呢 她不会强迫 妻子生的 董立听后呢 伤心的流下了眼泪 她也明白呢 丈夫家的中间不好过 过了几天呢 婆婆呢 又开始催丈夫 要孩子的事情了 丈夫呢 委婉的说 现在董立的身体呢 还没回复好 等几年再说吧 没想到 婆婆气愤的说啊 如果不让她抱孙子 她就死在外面 不回来了 丈夫呢 一听婆婆说这样的话 吓得赶紧回应 生 那就生一个 还不行吗 晚上呢 丈夫呢 又开口给董立说 说起了这个怀二胎的事 并且呢 把婆婆的原话 告诉了董立 这听完 董立真的是 绝望了 想不到婆婆是一个 这样重男轻女的人 女人呢 自打一出生 就被婆婆不待见 一直是董立自己带着 如果再生一个话 万一又生一个女孩 那婆婆再不管自己 那以后的日子 还怎么过呢 一个人带着两个 不大不小的孩子 那生活肯定是非常苦的 还有就是 董立生这个女儿的时候呢 是进行抛妇产的 医生也说了 必须两年之后 才能再坏孩子 否则对身体伤害很大的 这董立呢 思前想后 也不想让丈夫 家在中间为难 直接找婆婆 说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婆婆 一脸严肃的说 你哪有那么娇贵啊 在乡下 谁不生两三个孩子呀 别人生孩子都没事 救你有事 救你娇贵吗 投胎生个女娃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现在让你赶紧给我生个大孙子 你还说这说那呢 真是事多呀 看到婆婆如此的态度呢 董立心里非常难受 婆婆呢 近段时间 对女儿态度好多了 家里的活呢 也干了起来 家里面呢 也没有了咒骂声 董立呢 真的希望这个家 能一直这样和平下去 女儿呢 也能在这个家 幸福快乐的长大 董立呢 最后再三考虑 为了丈夫 为了女儿 为了这个家 能改变现状 自己啊 就应了婆婆的意 于是呢 大概又过了两个多月 董立啊 就怀孕了 本来医生啊 建议的是 两年之后再要孩子 现在等于说啊 生完孩子 八九个月 就再次怀孕了 董立呢 再次怀孕后呢 她婆婆呢 也是特别的开心啊 然后呢 带着董立去了 好几个私立医院 让人家啊 看一看董立肚子里的 怀的到底是不是男孩 经过几家医院的查看 医生都说啊 肚子里面是男孩 这回呢 婆婆啊 别提有多高兴啊 整个态度啊 也是发生了巨大转变 自从董立怀二胎之后 婆婆是包烂了所有的家务 而且呢 对小孙女啊 总是笑嘻嘻的说 你马上就有小弟弟了 跟董立啊 也是这么说的 你啥事啊 都不用干 好好在家待着 安安心心的 给我生一个大胖孙子就行了 董立呢 看到婆婆这样做 真的感觉 婆婆太过于虚伪了 董立当时就想 好在现在肚子里面 好像是男孩 既然这个男孩的到来 可以给整个家庭 带来欢声笑语 家庭和气幸福 自己也就能用力把身体养好吧 到时可以顺利的把孩子生产下来 三个月后 董立呢 正常去医院前检 医生呢 发现董立第一胎是 抛妇产 如今啊 不到八九个月又怀上了 医生呢 很严厉的训斥他 这是不要命了 并劝董立啊 先不要这个孩子 但是呢 回家后呢 婆婆却说 医生是为了赚钱才那样说的 在以前啊 从来不避孕 三年啊 都有人生 三个小孩的 压根啊 没有这回事 别听医生瞎说 况且现在医术这么发达 不能有事情呢 看着婆婆这么坚定 于是呢 董立啊 就跟丈夫商量着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可是啊 就在董立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呢 一天早上 他突然就感觉自己的肚子不舒服 有时候呢 痛的 一身汗 婆婆就问董立 现在 孕传期到了吗 董立说啊 孕传期啊 还没到 这是怎么回事啊 婆婆说 过几天就要去产检了 到时候呢 一起去检查一下吧 于是呢 董立啊 就忍了忍 没想到第二天啊 董立就 晕倒了 在家中 一家人啊 赶紧将董立送到医院 没想到 还没到医院 董立呢 就在车上 去世了 在吉典室的门口啊 丈夫和婆婆是 悲痛万分 婆婆呢 一想到肚子里面 还有自己的孙子 就对着医生说啊 不行 你得把我儿媳妇的肚子 给抛开 说不定这个孩子 在肚子里面还活着 一定要赶紧救救 我的大孙子 医生呢 听从了婆婆的话 于是呢 把儿媳妇的肚子 给抛开了 当把这个肚子 抛开之后呢 医生啊 都惊呆了 为什么呢 原来 孕妇的子宫啊 裂开了 八厘米的口子 胎儿呢 已经从 妈妈的子宫里面 滑出来了 而且 一部分的身体 已经到了 妈妈的腹腔 医生啊 看着这 年仅二十六岁的 年轻女子 忍不住的 泪流满面 医生出来 告诉 丈夫和婆婆 因为 董丽的死亡 导致肚子里的 胎儿 缺氧死亡 婆婆急忙 问道 是男孩 还是女孩 医生呢 冷冷的 瞅了一眼 婆婆 回答道 是男孩 婆婆 傻眼了 一屁股啊 瘫坐在地上 自山而光的 嚎啕大哭起来 董丽的丈夫呢 看到这番场景之后呢 也哭瘫在地上 自责不已 郁妹的婆婆 窝囊的老公 此时呢 后悔不已 但是呢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自责 会狠 还有什么用呢 当初不听医生的劝稿 才酿下今天的悲剧 通过这件事呢 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太过于中男轻女的家庭 肯定是会 矛盾重重 而且呢 生孩子这件事情 一定是要 量力而为 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 而且要 遵从 医嘱 千万不要像董丽一样 明明医生 已经给出了忠告 而且呢 她投胎是抛妇产 医生给的建议是两年之后再怀孕 但是呢 因婆婆 着急要孙子 逼迫董丽 不到八九个月之后 就再次怀孕了 最后 因身体并没有完全回复 子宫破裂 导致董丽和孩子都没有保住肖鸣 才造成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特别是女性啊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怀孕这件事情啊 本身就是自己的事 你的主观意见 不能盲目 遵从他人的意见 为了取悦 家人而不顾危险 让自己怀孕 最后受伤害的 也只能是自己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记得给这个视频啊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